接着要介绍第二组转折语词是有关于比较跟对照的 比较的转折语词常用的是similarly翻成同样的 like是如或者是像unlike是不像likewise也是同样的 这个是副词这个也是副词这个是介细词 as where as就翻成和什么一样好as where as 因为表示比较所以就翻成和什么一样好 另外有一个是as good as也是一样跟什么一样好 表示对照的就是正反面对照的相反对照的有这些 on the other hand是反之表示相反的正反的 however也是然而正反面的 although虽然一样虽然怎样但是怎样也是正反面的 but但是yet然而where as然而这个都是属于正反面的 on the contrary是相反的in contrast是对比就是正面对比负面 nevertheless然而所以这一组也是非常常用用在正反对照的 好现在我们来看题目第一题是jones parents do not like the woman he want to marry jones的双亲并不喜欢这个女孩子什么女孩后面是一个关系子句补充说明he wants to marry 他想要娶的那个女孩 好分号出来了后面一个转折语词 they do not oppose the marriage oppose是反对对之子双亲 他的双亲并不喜欢他要结婚的那个女孩 他们并不反对这个婚姻 就是不反对他们结婚的意思 oppose是反对 marriage是婚姻 所以这是正反面的 正反面的我们看otherwise是错了 否则 这个不通 however是然而是正确的 moreover是表示附加此外 而且这个也不通 所以这题要用however 第二题 we all want others to respect us 我们都想要别人来尊敬我们 转折语 这是这个转折语是衔接这一句跟后面这一句 we must respect others 我们要别人尊重我们 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别人 所以这个是用来对比的 翻成同样的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看哪一个是同样的 similarly 同样的 是对的 likewise 同样的 副词 正确 in the same way 同样的 这是片语 也是正确的 on the other hand 是反之 不同 这个是来对比的 我们要别人尊重 我们也要尊重别人 这两个都是在对比 不是正反面 所以on the other hand 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再看第三题 I don't admire that man 我一点都不羡慕那个人 admire是羡慕的意思 好 转折语在这边 前面用分号 I have a great contempt contempt是 for him contempt就是很鄙视他 很瞧不起他 很不爽他 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 我一点 都不羡慕 相反的 我讨厌死他了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正反面的 前面负面 后面就正面 这个 英文 要用正反面的 我们来看 第一个 on the contrary 反之 这个是正确的 on the other hand 是指 另一方面 可是这个地方 是指 不羡慕 羡慕 跟 瞧不起 contempt 是在对比的 正反面对比 所以 这个 on the contrary 是正确的 on the other hand 是指另一方面 这是讲两方面的 所以这个 比较不合理 第二个 in contrast 就是互相对比 比较上 比较上而言 比较上而言 如果是比较上而言 应该会用到说 哦 有些司机 很守规矩 那么 比较上来讲 有些司机 不守规矩 这个是两个 对比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 对比的 用in contrast 两方面 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我们用on the other hand 正面跟反面 我不羡慕 反而我很讨厌 那就用on the contrary 所以这一题 比较好的答案 就是用on the contrary 好 这次有关于 第二组标点符号 表示比较 跟对照的 一个说明